好的,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英语中可能是最重要的拼读规则 也就是长短音的对立 AEIOU这五个单字母的长短音是有一个对应的规律的 根据这个词的结尾有没有一个不发音的E 我们先从1到10来一次 at, ought, it, at, it at, ought, eat, ute, ight 好,单独读一下这个字母本身的音 把这个T的尾巴先去掉 分别是 a, o, e, a, e a, o, e, u, i 好的,那这个1627这样子往下走 我们再来听一下 at, ate at, a o, t, o, t o, o, o a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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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读成sm 那sm加上这些词位 刚才我们已经练好的词位 听起来是怎么样的呢? 一到十,再来一次 smat, smote, smet, smut, smit smate, smote, smete, smute, smite 好,那这些词呢 都是乱造的词 所以没有任何意思啊 那我们主要重点训练的 就是看到了一些生词 新词也不用慌张 就是用这种拼读的规律 就能迅速的推测出来 他们应该怎么样念 所以当你看到一些街名啊 牌子的名字的话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人名 那你也可以迅速的掌握这个规律 好的,我们1627 这样往下再比较一下 smat, smate, smate smat, smote, smet, smite smat, smute, smite, smite smat, smote, smet, smut, smit 只有一个响指的长度 smat, smate, smote, smute, smite 听到了吗 这是四个响指 那左边的再来一次啊 smat, smote, smut, smut, smit smate, smote, smite, smute, smite 我用了同样的降调啊 这样比较好比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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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